下面有请本场比赛的蓝芳 擅长空手道 是日本两大赛事的重量级王者 拥有五条金腰带 他对今天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有请来的日本 King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日本の大阪から来たKingです 長年空手の主要主義で 数々のタイトルを取ってきました 今年で38人になりますが まだまだ現役で頑張っ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 今回の大戦相手は ワン・ホンシャン選手ですが 中国の英雄ということは十分知っていますが ぶっ倒しに行きます 私もワン・ホンシャン選手も お互い30代ですが まちまちの熱い戦いを 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ワン・ホンシャン リムダオ 有请King And now for the 81-Kilo Div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white Standing 180cm Age 37 From Japan With a record of 13-1 This man is the Strikers Champion Presenting King Terra 京都城 のравствуйте 寂1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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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前打过一场比赛 就是那一场玩票一样的比赛 至今我还留恋 只是体力和年龄不允许了 我希望王沐翔这场比赛 能够给自己 给每个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不要忘了 他就是中华英雄 王洪翔 王洪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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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到电视之前观众朋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现场话筒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气氛 真的大家的这个掌声和欢呼都在给王同胶加油 其实刚才其实主持人也说到了 回归的原因就是因为留恋 我相信这样的欢呼声也一定是每一个选手最留恋的 相信我两边的王同胶老师 开始前老师都很激动 而我却反而变得很低落了 因为毕竟时间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影子 王红翔这位作为中国搏击擂台上 我认为是第一个真正的明星 那么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比赛 我们看到了更多真正的中国人站在我们的擂台上 表现出来我们真正能打的这个梦想 我们看见了不在小说里出现的霍元甲 不在小说里出现的黄飞红 那现在王红翔又回来了因为留恋回来了 在这场比赛上王红翔带来的不光是比赛的愉悦 而且给我们带来一个作为舞者的执着 为了准备这一期的比赛 他从90公斤降到80公斤 没错 整个的过程我们都一直在关注 王红翔在这场比赛上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 我们现在就在拭目以待这个历史的时刻 不过这个听啊李新书的控手道这位选手 呃是这种传统流派的控手道 这种这种流派的选手可能在这个 合击的擂台上他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应 这个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来是非常关注 刚才第一回合结束之后 我们知道二月老师对于刚才王红翔的表现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包括后面的比赛的一个发展 而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红翔在第一回合的表现 我们只能说 跟原来的 付出的第一场比赛 跟原来的状态比没有那么的巴黎 那王红翔 啊王红翔 啊 我们来承接一下上面那句话 之所以王洪翔现在我们看到 他表现的冰度发挥出权力 我认为是对这个擂台还有些深奥 已经离开这个擂台一段时间了 即使一个长期离家的孩子 回到自己家里还需要一段时间 王洪翔的第二回合我们看到 扫踢 摆拳 他说啊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回到擂台 他要对利用这次的比赛 对自己的攻击做一个检视 扫踢 四次 五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王洪翔的甘子 哇 也是九次的踢踢家里 乌仲全 四 我想此时此刻我们不需要再说什么 大家听现场的观众宽呼就好了 对的对的 听 对 对 好 这位日本选手非常弯强 我相信王洪翔以他的经验 一定不会让这个日本选手以休息的时间 因为之前王洪翔 他说他这场比赛打得更立体更加连续 跟之前的风格展现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王洪翔 并没有像我们期待的杨进来了 王洪翔 在第二回合明显已经加温了 好 低扫 两次 还有 高扫 我给大家想要让他要去上 西创 隆熙 还回倒来 再回倒来 还顶住了 樊枫 靠白 顶熙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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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辅 哇 非常的顽强 转身那么多 现在已经被王弘翔压制住了 王弘翔的体能我们看也有一些下降了 在之前他戴这个模拟高院训练的面具啊 做了一个非常严酷的练乏训练 我觉得王弘翔应该还是可以的 拿出体力啊 加快的节奏 好 这回还有十秒 上锅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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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量 还有量 继续 继续 你这点踢但是不小心踢 我们的裁判的执法尺度还是很严的 这一回合真的让我们算是 看过眼的大毛眼多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 好像比擂台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相信重新站台之后 虽然观众不是当年的观众 但是这种欢呼声 这种感受依然不会忘 我不知道如何让王弘翔能体会到 我们的感觉的决心和感情 以及对他的支持 现在的这个擂台让我相信 所有的观众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香港任two 新疾病 hebми hebam heb the 好 他 现在回来第三回合的教练 我们来看一下王洪祥的整个状态 还是保持得不错 在整个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 曾降重增加体能 我们包括整个的系统训练 我们都在每一步都在见证着 还有养伤 哎 没错 他除了大家知道他的贺手拳跟贺者扫踢之外 他的拳手拳拳 拳手拳拳 对 没错 加了加了一个武器 最后终结以后将的坎踢 哇 王洪祥回来了 王洪祥回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观众会觉得穿越 好像时间 又回到了五年 又回到了那个状态 还是这个感觉 对 还是我们曾经被他欢呼的那个怀疑 那个站在 站在中国 站在日本 站在澳大利亚 站在新西兰 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继续打着胜利比赛的王洪祥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 王洪祥自己也说 这样的比赛 其实无论输赢 但他选择重新回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种勇气 而且我觉得在比赛来说不管是爬会怎么样 重要的是那颗热爱的心 吃 看踢 看这个机会 再看 再看 多次的低扫 没准 我们的裁判是不是要介入呢 对方已经基本上不还手了 看来已经平于防守了 哎 哎呀 这个脚 这个脚 3K了吧 哇 这个日本人真的是 还真的还是非常顽强的 我们必须要真的承认 还是非常顽强的 还有 这很少人可以顶得住这么久的一个 坎梯啊 真的是 走 哇 真的不知道跟怎么行动 这个 我们的日本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啊 看到这一幕突然想起来一句歌词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向朵永远不凋零的话 对啊 这样的一件 王红翔付出了 王红翔回到了 武林峰的擂台 我们看到了当年 同样有心劲儿的那个形象 我们刚刚看到这一场比赛 场上的两个人年龄加起来是 72岁 可以想象吧 对啊 竞技无数是油满转的游戏 但并不一定 非要属于轻壮点 我们刚才在这个台上 看到这场比赛 想起了很多 从08年开始 我们很多张比赛的画面 有时候过电影 一般历历在目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凰古凰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judge one score is about 30-26 judge two sees it 30-26 and judge three has it 30-26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red corner 王航强 风声光是王虹霞